好 如果现在你们是可以看到我的这个presentation PPT的是吧 对都没问题 好谢谢Mac 好 那我们就进入正题 今天开始从新西兰这个国家的情况讲起 首先呢 这一页上大家很明显的从这个地图上 可以看到新西兰的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 那么显然是在南半球 是位于这个太平洋的西南部 新西兰跟澳大利亚其实中间隔的这个是叫做塔斯曼海 与澳大利亚这两个国家实际上是隔海相望的 那么其实新西兰在全球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呢 也让新西兰成为了就是整个我们人类最后来发现 最后为人类去居住的这个地区之一 那么这样的话就造就了新西兰的一个纯净和优美 有着非常好的这个自然和自然环境和气候 这里也可以看出来新西兰的版图 主要是南北两个大岛以及周边的一些小岛来组成的 国土面积不大 一共是大概在26.8万平方公里 这个版图的面积呢 其实跟英国还有日本的这个版图差不多相当 当然大家知道我们新西兰的话 仅仅只有470万的人口 英国的话其实是有超过6000万的人口 那日本就更不用说了 大概是在1.2亿 可以看到新西兰的这个人口密度是非常的低的 如果我们要拿新西兰这个版图的大小跟中国的这些手势来做比较的话 最接近的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广西 壮族自治区 但是大家知道广西有多少人 整个广西呢 我们会有大概是4900万的人口 我去查了一下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实际上新西兰整个国家的人口 不到我们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十分之一 确确实实是一个地广人积 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拥有这个绝对优势的这么一个国家 那语言呢 在新西兰官方的这个语言 当然是英文 然后还有毛利语 从右边的这部分的这个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列出来的新西兰主要的几个城市 那么我们在北部地区 这个最大的城市 当然是 sorry 我是想把这个挪一下 ok 这样不挡住 北边的最大的城市 当然是这个奥克兰 奥克兰也是新西兰的这个经济中心 相当于 我这个比喻可能不太恰当 但是如果是方便理解的话 大家可以看作 这个奥克兰就是 新西兰的相当于中国 相当于上海 就于中国的这么一个位置 经济中心最发达的一个城市 那当然在这个南岛 还有两个相对比较大的城市 一个是这个有名的花园城市 基督城 还有一个是弹尼丁 但是实际上新西兰的这个首都呢 这个首府城市 并不是奥克兰 而是在北岛最南端的这个惠林顿 那后面我也会给大家 再稍微多一点的去介绍 去介绍惠林顿这个城市 这个PDT线过不了 不好意思 我们切到下面一个页面来 大家可能知道 新西兰的历史非常的短 那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一个移民国家之一 这边景色优美 但是可能很多人觉得说 好像因为人口也比较少 那感觉在这些发达国家里面 是不是新西兰的存在感相对的 稍微低了一些呢 但是我们在这里列举了一些 新西兰在全球排名领先的一些方面 那也让大家有更多的去了解 实际上新西兰真的是一个 综合来看 非常适合人类居住的一个发达国家 常年这些年的话 基本上在这个全球的发达国家排名里来看的话 综合排名 新西兰都是排在前十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排名和指数 那比如说像这个全球未来教育指数呢 这一点上新西兰有排名到全球第一 而且也是全球最受欢迎的这个留学目的国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和平指数 可以排到全球第二的这个位置 包括人类自由指数也是在榜单的首位 所以这个可以看到 这个方方面面呢 让大家觉得说这个新西兰是一个适合 适合人类居住 包括适合我们国际学生学习的这么一个目的地 这边我特别想说的一下是 就是其实在世界银行在2019年 他有做一个经商环境的报告 当时呢有调查全球是超过 190个国家和地区 是否适合这个经商或者创业 那么其实新西兰在那个榜单上 是排在了全球的第一位 它的优势远远高于像新加坡呀 或者香港啊这种 包括挪威 就是大家觉得说这个环境很好 很安全 适合投资的这样一些城市和地区 那这个也是还有一点侧面说明了 这个新西兰整个国家 它有着非常稳定的这个政治和经济的环境 那作为刚才像麦克讲到的 最近的话这个中国的这个教育部 也是给了国内的家长和同学 有很多方面的提醒 要大家审慎去判断一个这个留学目的地和风险 那其实在这一点就可以提醒 各位老师也可以去提醒家长和同学们 那新西兰是大家可以去选择的一个来安心的学习 同学们将来就是踏踏实实可以安心就业 或者创业的这么一个国度 而且像今年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情况 大家也看到了 新西兰确确实实的也做到了 是西方国家中的优等生 在这个星期一六月八号 我们大家都收到消息 就是整个新西兰国家这个疫情就是清零了 既没有新的疫情增长 而且呢已经感染 比如说先前住院的这些人 是已经都治愈出院了 所以这个确实我觉得是我们家长和同学们 在目前这个阶段可以去重点考虑的一个安全的留学目的地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页面给大家展示的 新西兰的一些这个产业和就业的机会 那其实呢可能说起新西兰 大家可能第一印象就想着说 满山遍野的这个牛羊在奔跑 这个确实是在过去这二十年来呢 新西兰的话 它对这个经济呢 一开始都是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 只是说过去这二十年十年 逐渐的它也在做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转型 那其实到现在 到现在来看 新西兰确实也成功做到了 它是转型为一个 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一个工业自由化的市场经济 那农业畜牧业还是整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基础 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其他的行业 包括像这个旅游啊 酒店啊 以及这个医疗 还有老龄化的这个服务 建筑园艺 包括红酒的这个量造销售等等 包括林业 这些行业的话也都蓬勃在发展 也拥有了相当广泛的一个这个就业的机会 特别还有一个我想提到的就是这个 包括影视制作这方面 传媒方面 这些行业在最近的这些几年里边 新西兰的发展是非常的显著的 我们其实在过去15年 接近20年的这个时间里边 自费留学的这个市场里呢 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学生从中国的这个大小城市来选择到新西兰留学 那么其中我们也总结了一下 中国家庭他们选择留学新西兰的一些主要原因 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 首先呢大家还是考虑了一个这个 非常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一个健康和平的一个文化氛围 这个就是在新西兰来看的话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包括我的朋友跟他们沟通 真的没有觉得有对华人的任何歧视 至少是我们没有遇到过像这样的事情 也没有听身边的这些朋友啊 同事去提及过类似的这些因素 所以这个在新西兰的话 学生也好 师生之间包括就是同辈的这些 比如说工作的同事之间 大家都是以信任为主 那么每一个人你也会觉得是被信任和被尊重的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教育质量的问题 这个新西兰确实也是拥有了非常高的教育质量 那我会在后面这个再跟大家展开 多讲一讲教育方面的这个优势 另外一个重点是同学们和家庭选择了留学 新西兰也是考虑了比较高的一个留学性价比 相对来讲跟主流的这个留学目的地 像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等等来比较 整个的这个学费和生活费的整体花费 在新西兰来讲相对投入还是少一些 性价比是非常的高 那当然也有一些同学和家庭会考虑将来的一个 这个移民和就业的这个长期发展目标 那新西兰是典型的移民国家 它也有非常清晰的这个移民政策 那同学们如果是有这方面的计划 也可以通过您的这个代理的老师 或者是说就是通过一些注册的移民代理 会给他们提供到更多的这方面的帮助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刚才也有说到了这个安全的因素 一定是要让同学们可以来安全的在这个地方安心学习 家长能放心这才是一个好的留学目的地 OK这张图的话非常简单的就是标识了一下 我们从中国到新西兰的一个travel一个飞行的时间 基本上呢像奥克兰跟中国的几大城市都是有直飞的航班 通常比如说像我先前从北京要是直飞奥克兰的话 基本上也很方便纽航像这个国航都是可以的 大概飞行时间是在11小时 那如果是要去到南岛的最大城市基督城的话 转机的会比较多一点 可以通过新加坡呀或者是先飞到奥克兰再转机呀 通常时间长一点到基督城可能需要15-16个小时的这种飞行时间 好我们说回到今天更重要的这个点 就是我们来谈新西兰的这个教育了 那实际上来讲的话 新西兰这个国家是非常的重视这个教育的 那教育经费的支出占到整个国民生产总值 也就是GDP的占到了7.4% 我也去对比了一下中国的情况 那现在目前的话中国整个教育经费支出占到GDP的 只占到4%多一点 所以可以看到新西兰整个国家在教育的这个领域里边相对的投入投资是非常大的 我们看一下新西兰的这个巴索这个公立的就是我们公立的这个大学在全球大学的一个排名的情况 在这边呢我列的是这个2020年的QIS的世界大学排名表 那其实今天一大早我也收到了就是看到最新的2021年的QIS世界大学排名已经出来 对于我们这八所大学来讲的话 这个往前往后变动的幅度并不大 大家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参考 那首先说到新西兰排名第一的当然是奥克兰大学 那奥克兰大学的话在这个去年的榜单上排83 实际上今年还涨了两位 我早上看的时候已经排到了这个81 那如果是我们对比一下其他国家的这个知名大学 如果说比如我们看看英国 那大概这个level的学校我们可以对比 你看到英国的比如说杜伦啊 谢菲尔德呀 那这两个大学的排名大概是在70多78左右这样一个位置 那如果说奥克兰的这个排名在8183的 我们来对比说看到中国的大学 那基本上像去年中科大是排在了89 那像香港理工是排在了91 所以大家有一个横向的对比 把这个对比再去告诉到我们的学生和家长 可能会让他们更容易去了解 这个奥克兰大学 以及新西兰其他这些大学在世界排名中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就说回来 Up Education我们合作的这三所大学呢 那另外还有这个就是在惠林顿的维多利亚大学 那维多利亚大学的话 基本上一直排在200多一点点这个位置 那像这个阶段的话 如果我们对比像英国的知名大学 像拉夫堡 基本上也是排在220左右 那中国的话可以看看像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的话 我记去年是排在250左右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等级的 那就算是我们看到这个榜单最后的 我们的AUT也就是奥克兰理工 奥克兰理工的话 大致都是排在400多一些 也是在全球前500大学之列 那AUT的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可能相较于中国来看 实际上像中国 比如说去年榜单上像这个厦门大学 那实际上也是排在450左右 那如果是厦门大学 大家可想在国内的知名度 也都是综合的这个好的大学 一本的大学 所以如果是想要 就是不在中国 经过非常艰辛的这个高考的路子 去考知名的这些985211的大学 但是家里经济条件许可 愿意早一点出国来就读 来到我们美丽的新西兰去读 这些知名大学的通过这个预科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桥梁的方式来进入到大学 我们都是欢迎同学们来做这个选择 鼓励他们来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OK 好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 在新西兰留学的这个领域里面 比较受国家学生欢迎的一些专业方向 那当然商科申请的学生还是最多的 全球不管哪个国家 哪个大学应该来讲商科的这个 中国学生占比还是最高 会计金融啊 包括marketing等等 那其实来新西兰留学的学生 现在越来越多 他们也会去选择工程 包括像Segal Engineering 土木啊 这些相关的专业 那也是因为新西兰本地 最近这些年的话 包括这个地产业 也是发展的非常的快 有相对比较多的一些这个就业机会 另外一个来新西兰学习 像教育 从这个早教开始 一直到小学中学教育都有 那是因为新西兰本地呢 对教师的需求一直也是 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这个国家对于教师的这个尊重 包括教师的这个薪资收入 以及福利都是非常好的 另外就是刚才我们可能也有提到 一些相关的在新西兰比较发达的行业和领域 像这个酒店管理旅游管理 然后包括计算机 IT食品科学技术以及传媒等等 这些专业都是非常多的留学生 现在来进行选择的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现在说到 更多一点 Up Education 我所工作的公司 我们教育集团的一个产品线 那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可以分为两半 其实Up Education这个品牌的名字比较新 但我们并不是一家新的公司 可能在座有些老师有丰富的这个经验 来推广新西兰留学的话 先前可能听说另外一个名字叫做ACG ACG教育集团的话 实际上有超过20年的这个历史 在这个留学圈里面 实际上ACG是我们Up Education的前身 那我们是在2018年的时候 把公司的这个中小学部分 就是脱离出去 分离出去的那部分 让他们继续还保留了ACG Schools 这样一个名字 那剩下的我们的职业教育 以及高等教育两个大的板块呢 我们就更名为叫做Up Education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图片的右边 那基本上是我们的职业教育课程 覆盖面很广啊 就是从什么Commercial Cookery啊 从什么这个Hairdresser啊 这些课程其实都有 那但是我们这一部分的课程 是在新西兰本土 有超过10个以上的这个职业教育学院 那这些课程我们每年会培养 超过1万名新西兰本地的学生 当然我们每年也会有超过1000名 国际留学生 来学习这些职业技能的课程 我今天的重点呢 实际上是会给大家 还是来讲我们的大学的这个合作项目 也就是我们大学的预科 是在整个图片的左边 我们有一共6所 我们Up Education去合作的 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大学 除了澳洲的这个塔斯玛尼亚大学 还有查尔斯达尔文以及斯文本大学以外 那我们实际上跟新西兰的那三所大学 合作的时间更长更悠久 Up Education其实从1999年就跟奥克兰大学合作 来提供澳克兰大学的这个预科课程 随后又加入了 这个跟澳克兰理工大学和 维多利亚大学的这个合作 所以我们有丰富的给国际学生提供高等 高质量教育以及高质量的服务的这个经验 如果大家推荐学生来Up Education学习的话 也请放心 我们一定会做到更最好最好的教学和服务 好我们的这个大学预科课程呢 实际上是涵盖了一共 基本上我们三个预科都是有多次的这个开学 有非常灵活的这个课程设计 这个课程的长度是要取决于 学生申请的时候 他们的一个背景情况 包括学术背景和英文基础 大家可以直接 sorry 一会儿我在后面会给大家再看一下 具体的课程的安排 好 我们今天先从这个城市 从澳克兰给大家再多花几分钟来说一下 因为我们毕竟两个预科 澳大的预科和AUT的预科都是 学生将来都是来到澳克兰这个城市 来学习的 那么刚才也讲了 澳克兰呢是新西兰这个人口最多的城市 也是它最大的城市 澳克兰有一个别称叫做藩之都 景硕非常倚人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游船很多帆船在那边 那么其实澳克兰不光是整个新西兰的这个商业中心 实际上也是新西兰国家的工业中心了 还有一个点呢 它实际上是南半球的另外一个交通枢纽 大家可以可能知道像南半球 比如说我在澳洲西尼跟墨尔本肯定是最大的两个城市 会很方便的来往于全球各个国家和各大城市 那当然其实澳克兰也有这样的一个重要地位 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南太平洋 sorry 南太平洋的这个交通枢纽了 而且澳克兰呢 在这个多年来 这个全世界最佳移居城市的排名榜单里 也都是位居前十的 好 我们就说一下我们的第一所合作大学 新西兰的这个国宝级大学 澳克兰大学 这个大学呢 实际上是成立于1883年 那各方面总和排名都是排在新西兰的第一位了 那刚才也说了 它在全球的这个大学排名榜单里 基本上是排在第80位这样一个位置 大学呢 现在有就是学生人数 总数是在差不多4万2000名 然后的话国际学生已经达到8000名 这些国际学生 它是来自于超过120个不同的国家 我们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多元文化的这么一个校园 这里也列举了一些 奥克兰大学排名非常好 在全球排在前50的一些专业 大家都可以从这里看到 包括学校的这个教育学排在20多位 还有护理也是30多位 储慕工程排30多 还有像这个就是 像心理学等等 这都是排在了全球前50 奥克兰大学呢 它下设了一共有八个学院 大家可以从这张图上一眼就可以看到 我就不一一去过了 但是基本上来说的话 八大学院呢 开设的这些课程跟专业 都覆盖到了我们这些留学生 也包括中国留学生对于专业课程的需求 而且八大学院都是致力于在各方面去培养我们的学生 为他们将来进入不同的这个职场和专业领域继续工作 来做好准备 打好基础 在这里就跟大家提一下的是这个奥克兰大学的这个商学院 商学院呢就是确实是已经通过这个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 就是大家熟知的ACSB的一个认证 而且也拿到了欧洲质量发展认证体系 就是EQUIS的这个认证 另外还有就是工商管理硕士协会 AMBA的这个权位认证 这个在全世界呢 现在目前是说只有1%的这个商学院 可以获得这种三贯王的一个称号 这个就代表了奥克兰大学的商学院呢 确实是位于全球的这个顶尖商学院的 这个行列 我这个图片上没有放 但是我想跟大家再加一点 就是再提一下澳大的另外一个特色项目 我们叫做360交换海外交换项目 那实际上就是 目前呢有很多大学可能会有这种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但并不一定说完全的开放给国际学生 但是在奥克兰大学是不一样 就是在奥克兰的这个360交换项目 国际生跟本土学生去申请交换的这个机会 完全是公平的 完全是一样的 那每一年呢会有接近50%的这个 奥克兰大学再读的学生通过这个项目交流到海外去 那作为如果是中国的留学生来到奥克兰大学就读的话 它实际上支付的是奥大的这边的这个一个学费 但是呢它可以被交换到去超过30个国家 应该是超过130个奥大的合作学校去学习 可能你可以选择学一个学期或者两个学期去在那边修读学分 那这个的话很多同学我们也有 包括留学生他们也选择交换到像欧洲啊美国啊 一些知名的大学去做这么一个短期的交流 对于学生拓展视野 包括他们这个了解更多的不同的国家的文化 是有非常积极的帮助 好我这里有一个短片 想给大家稍微再展示一下奥克兰大学的一个这个情况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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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